這就是傳說中 基隆巴豆子最好吃的水餃 對啊 吃一口看看 欸 太好吃了吧 那個水餃皮 Oh my god 我跟你講 如果你來巴豆子 你來基隆有機會 你不吃真的會後悔啊 各位 我們今天來到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又是一個如果沒有小孩 我真的不一定會來到的地方 我們的上一支影片呢 我們是去住拉伯沃村 因為都在基隆嘛 所以我就想說 欸 那我們下午就帶BUBU 來到這個海洋科技博物館 來走走 看看魚 因為BUBU最近還在講魚 那他這裡的門票呢 大概就是200塊 那我們今天就跟羅卡他們一起出來玩 話不多說 進去觀光 Let's go 訂閱我們的頻道了嗎 還沒有訂閱的話 趕快按下訂閱 小鈴鐺也給他交價 巨線按個讚唷 不然 我會用睡夢羅漢拳揍你唷 喔 這是什麼 小麥店呢 哇 嗨 BUBU你們嗨 哇 這是深海館 哇 哭哭好多魚喔 這魚都長好臭 深海魚啊 魚 超臭 魚 來自深海的震動 它這個好像會 模擬海溝的震動 喔喔喔喔喔 欸 這個好酷喔 感覺有點像那個公園阿伯在那邊抖 哈哈哈哈哈哈 一起體驗籤 這怎麼唸啊 哭嗎 哭嗎 歌舞谷 媽媽 說老實話 我們已經進來逛了快半個小時了 我還沒有看到一條活魚耶 就你說要來的 你們大家都太相信我的直覺了 不是啊 原來你不只是選騙網還是 雷網 你說雷騙網以外還有那個 對 還是地點雷網 對 是這樣的啦 我就想說這個 海洋科技博物館應該會有很多魚不必 真的 最近可能喜歡講魚 但我到現在還沒有看到 應該不會 等一下我們要去 海產店給它看魚吧 是水產店 有魚啦 有啦 有魚啦 利用眼匹手來選購海鮮 請問一下大哥 到底哪裡有真的魚 可以讓我兒子看一下這樣在游的魚 最怕空氣主人安靜 好 喔這是什麼 喔喔喔喔喔喔 終於有會動的魚 哈哈哈哈 兩位你們在聊什麼 啊中午到了 中午想吃些什麼 啊沒辦法 你們在這邊只能吃魚 看來 只能我自己去吃 蛤蛤 蛤 這裡有一隻無鍋魚 然後還有 一隻 兩隻 然後這裡三隻 整個海洋科學博物館 目前找到四隻魚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接下來咧 就要去他們一樓的這個 兒童遊戏區 其實它這裡還有很大的一個園區啦 就是不是只有這一棟 然後外面也有一些東西 我們等一下帶大家去看看 如果你們家是帶比較大一點的小孩 可以這樣子透過文字啊 吸收知識的 我覺得這裡是很適合的 你要發現哪裡 它這裡就是兒童遊戲室啊 GoGoGo GoGo 這個我要怎麼過啊 走 公平跟你爬 過來 過來 公平救你 酷 主角 寶藝 嚏 誒 這這什麼 海龜 你說龜 看這這裡是什麼 去賣魚 好多魚噢 章魚 不要喔 老闆你好 我要點一個海瓜子 麻煩 小朋友 我去幫你服務你的客人啊 小姐 請問你要點什麼 一盤炸鵝辣 一個炒海瓜子 老闆 沒賣 沒賣齁 我剛才沒講你就沒賣了 好的 我們已經逛完了 我覺得啦 兒童區有幫我把160塊尻回來 跟我一樣 可是覺得那邊最好吃 我們午餐還沒有吃 所以我們要去吃一下 聽說八斗子這邊最有名的水餃 海鮮的水餃 超屌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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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春星水餃店就是你啦 傳說中 這個必吃的喔 好像很厲害喔 好的 我們已經入座囉 我們已經點完了啦 然後我剛剛有確認 他們其實有名的不是什麼海鮮水餃 他們只有一款水餃 就是酒黃酒菜再加豬肉 老闆娘我想要請教一下 你們也有冷凍宅配對不對 也有冷凍宅配 好 謝謝 喔 也有冷凍宅配喔 我先吃吃看好不好吃 這個在地人推到爆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好的 我們的水餃已經上來了 這樣是20顆 大家其實有注意到喔 它其實並沒有很大顆 感覺皮還滿薄的 我沾一點那個醬油吃吃看 你看我攪沒幾下要進去 它真的不大顆 可是它的韭菜香很濃厚 但是其實我個人不是一個很愛吃韭菜的人 但我能接受 然後它的那個皮呢 很薄但是很Q 就是有時候你吃水餃 你吃到那種很厚很厚的 你就會覺得你一定在吃那個粉 它的皮完全不會有那種粉感 它就是很薄 你其實親切一咬就破 可是你知道它的存在 你整個吃完吃下去以後呢 最後它那個麵粉皮 它還有帶一點點淡淡的香氣出來的感覺 很特別 可是我真的覺得它一顆的大小是真的有點小 如果我 甚至莫莫 他一個人應該都可以吃20顆 然後之前喔 我在影片裡面有說過 莫莫他們家 是我見過時尚最強的吃水餃達人 他們家超愛吃水餃 怎麼樣 這個水餃 你吃起來感覺如何 皮很飽啊 皮飽 你喜歡皮飽還是皮厚 都可以 你覺得這個水餃 如果買回去給你爸吃 他們會覺得讚當嗎 不知道他們的口味比較奇怪 我們還有點一個牛肉炒麵 然後一個蛤蜊湯 我總覺得 來到海邊嘛 總是要吃一點這個海鮮 就吃海鮮 你一吃鍋吃不夠的嗎 好想你吃 可是在港口邊吃就不一樣啊 它的水餃真的是 我很早這樣講 但是 大概是我吃過 我內心裡面最強的水餃之一 你聽說你沒在吃水餃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吃水餃 我沒有吃到非常多 可是它是會讓我記住的 好 那我們就趕快吃一吃 兩個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大概吃了多少錢 你看它的蛤蜊 唉唷 有夠大顆 吃起來 好嗎 好的 那它的水餃呢 一顆就是五塊錢 那我們剛剛吃二十顆 大概就是一百塊了 如果你是生鮮的不足的 外帶的話是四塊五塊 其實價格還不錯 就是平價的美食 OK 好的 我們已經吃完春心水餃店了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非常值得來一試的 那如果呢 你不方便來這邊一趟的話 你其實也是可以直接打電話 跟他們訂購的 好那其實今天呢 我們就是跟羅卡他們一起出來走走 帶小朋友出來晃晃 雖然前半段這個海客館 讓我有點尷尬 但是最後的那個 二童年戲區跟這個水餃 簡直把這一個旅程呢 加分至少八十五分到九十分左右 所以還是OK的啦 那你這一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水餃 是哪一家 在哪裡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好啦那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的話 那記得給我們一個讚吧 這支影片分享出去給你身邊 也喜歡吃水餃的朋友 或者是有帶小朋友 喜歡出去玩的朋友 那最後呢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Facebook IG 還有我們的陌生夫妻 毫無通告社裡 以及我們的直頻道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按下去你聞一下 真的就是昆布喝湯的味道 有嗎 有沒有 不太出來 那你聞蝦味鮮的味道 超蝦 超級蝦味鮮